暴動罪究竟有什麼定罪元素? 智慧又是否合理辯解? 郭榮欣問過律師 公安條例第19條列明暴動罪有幾個定罪元素 包括三人或以上非法集結 作出擾亂秩序 或者帶有威嚇性、侮辱性和挑撥性的行為 破壞社會安寧 有律師說如果警方將一件事定性為兩幫人嘔斗 要用暴動定罪還要有多一個元素 他們的破壞社會安寧 其實是影響到第三者覺得人身安全有問題 但是如果襲擊的話 我不用你隔壁那個想什麼 如果你告我襲擊的話 最重要的是被打那個事主 定罪之後的刑罰 是不是真的可以反映到控罪的嚴重性? 法律學者張達明就說 是不是高暴動有另一個情況要想? 如果那個情況很明顯是有一幫人 黑社會也好或者什麼都好 他們基本上是集結在一起 是吐打另外一些人的時候 如果另外一些人只不過是自衛的行為 另外那邊的人就不會因為這樣而觸犯暴動罪的 他又說被襲擊的一方就算言語間不平靜 刺激到對方 都不可以定斷是挑起暴動 要按常理判斷 由善電視記者郭榮欣報道